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亲为了不让麦兹心悟到痛苦之中 就联系了在阿拉斯加生活的舅舅 打算把麦兹送到阿拉斯加暂时生活 等处理完父亲的事就让麦兹回家 这位陌生的舅舅温和可亲 小心翼翼的打消麦兹的陌生感和切诺之心 尽最大的努力拉近彼此的距离 但面对漂亮性感的麦兹 舅舅跨越了不该跨越的底线 舅舅的举动 麦兹既害怕又担心又愤怒 终于在外出旅途中 压抑着无限情感的麦兹 决定从舅舅手中逃离 趁着舅舅不注意 麦兹带着自己的背包开始逃走 从阿拉斯加的山地一路走到了市区 又鸡又壳的麦兹 因为没有钱无法住在酒店 就偷偷的潜入到了一家酒店 找到一间门开着的房子 麦兹打算进去休息 但刚进去就有人进来 麦兹赶紧躲在床底下 不过最终被背包客瑞恩发现 麦兹和瑞恩都被对方瞎了一跳 麦兹赶紧逃走 麦兹试图返回西雅图 但对路线不熟悉 只能逗留在这里 很快意外就发生了 麦兹打算去酒店自住 咱们去拿点吃的 无意间就遇到了背包客瑞恩 瑞恩希望麦兹给出合理的解释 麦兹解释说是 因为自己走错了房间 最终瑞恩原谅了麦兹 但麦兹却发现 原来瑞恩最终的终点是西雅图 于是麦兹打算跟踪瑞恩回到西雅图 瑞恩收拾好 转头部穿越美国中央公园 于是麦兹也跟着瑞恩 就这样 一个14岁的少女和一个35岁的中年大叔 开始了徒步旅行 瑞恩开始是排斥麦兹的 因为两根不太熟悉 再加上麦兹给瑞恩的印象并不好 但慢慢的发现麦兹好像有很多心里话 但不愿意去说 两根就这样穿越在野外 终于麦兹开口了 原来父亲去世了 麦兹之所以跟着瑞恩 是想回到西雅图 于是瑞恩打算帮助麦兹返回西雅图 最终还遇到了另外一群背包客 乘坐他们的滑翔机 离开了公园的腹地 开始乘坐渡轮 很快意外发生了 瑞恩和麦兹在乘坐渡轮的时候 麦兹发现舅舅也在渡轮上找自己 开始逃走 而瑞恩通过麦兹的手机了解到真相 最终 瑞恩决定保护麦兹 顺利返回西雅图 电了结尾 瑞恩用麦兹的手机给舅舅发短信 最终 舅舅误认为麦兹会提前下船 但瑞恩没有让麦兹下船 而是送了一张直接到西雅图船票给了麦兹 瑞恩则提前下船 并且找到了麦兹的舅舅 准备教训这个禽兽 这部片叙事上从头只为看似轻描淡写 实则直击内心 人物没有过多的情感宣泄 也不存在无病呻吟的台词对白 影片自然而然道出青春期叛逆少女 面对性和亲情的迷惘与渴望 故事中老背包客这个角色让人倍感温暖 喜欢的可以看看荒野逃亡 想看更多的好人电影感情观众信号 影响吧